请启动 现在我们的小工卫兵呢 将他们手上的 有注入了我们的兵标 这个代表我们八万户的目标 在行政院长陈建仁 内政部长林又昌 内政部次长花敬群 及宣传大使资深艺人陈淑芳等人 共同启动下 设宅包租带馆4.0正式上路 内政部长林又昌表示 社会住宅包租带馆计划 从106年底展开 推动资金累积每核七万五千八百五十四户 包租带馆4.0将再扩大提升量人 希望三年达到每核八万户的目标 社会住宅包租带馆的一个政策 历经了三任的行政院长 包括赖清德院长 苏丹昌院长 以及现在的陈建仁院长 推动以来 其实受到包括地方政府 还有很多的租赁业者 还有房东 大家一起的努力跟支持 这个已经累计达成大概七万多户 这样的一个户数 那在这个阶段呢 4.0的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三年 新增加八万户的 这个包租带馆的新增户 那在这个阶段 我们希望能够把长者的一个需求 把它纳进来 柳昌说明台湾有许多长辈住在没有电梯的公寓行动非常不方便 因此包租带馆4.0 除了延续包租带馆333的优惠措施外 最大的亮点就是放宽 长者以私宅换设宅服务 从老旧的公寓换到有电梯的设宅大楼居住 而且可以跨县市换居 我们很多长者 他是有自己的一个私宅 不过这个房子比较老旧 或者是一种老旧的公寓 住在三楼啊 住在四楼 其实行动都不方便 那我们现在推动的一个政策 就是长者换宅 也就是说他把自己的私宅 拿出来当包租带馆的案件 那另外自己也可以选择 这个包括新的社会住宅 或者是第二个政策 就是跨县市的这个幻宅 那希望能够让长者 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环境 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 社宅包租带馆4.0 希望带给长者更好的居住环境 也让年轻人更放心打拼事业 呼吁有需要的民众 尽快提出申请 我们希望让每一个人 住着有其物以外 要住得很开心 要跟邻居都能够有互相的沟通 然后互相的照顾 那也让我们家里的年轻人 看到爸爸妈妈 有住在一个好的地方 他们也更放心地 打拼自己的这个事业 自己的一个房子 也可以租出去 然后来做这个 以私宅 放这个社宅的这个方式来进行 我想这整个 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 是相当重要 以长者身份出席这项启动 记者会的金马影后成熟 翻透露自己是租屋族 对于政府从照顾长者的角度 推出社宅包租贷管政策 非常支持 我没有老宅 也没有新宅 什么都没有 我还在租房子 可是政府对这个政策 我非常非常的赞同 也非常非常高兴 说政府有管 但我关心到我们这些老人家 当然我也算是老人家 84了嘛 那就说 很感谢政府对我们这些老人家 有这种的想法 有这种的政策 是我想 在全世界 我们是数一数二 所谓包租是房东将房子 委托给包租业者 签约后 由包租业者负责将房屋 转租给房客 并付后续管理责任 代管则是房东与房客 签好租任契约 由代管业者担任每合角色 并代替房东管理房屋 牛昌强调 包租贷管4.0不仅建立 租任平台制度 减少房东与房客间发生纠纷 更创造了住宅新产业 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两万名 从业人员取得证照 在我们社会住宅包租贷管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推动下 我们已经有两万多位专业的从业人员 取得了相关的一个证照 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服务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住宅的一个政策 社会住宅的一个政策 其实它也是我们整个住宅产业新的一环 行政院长陈建仁指出 目前为止新建的社宅已经接近8万户 预计今年底开始动工或完成的可达9.5万户 加上有实质契约的包租贷管户数 相信蔡总统上任后宣示的 8年20万户社会住宅目标一定可以达成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